中共简史 百年恐骗九 庐山会议1959-1965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 7月2日大跃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2日大跃1日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 D 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大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 因此又称7000人大会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做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 会议讨论关于在城市开展无反运动 5月2日至12日 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 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简称前十条 9月6日至2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 会议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简称后十条 这几年的党史大事记依旧是各种会议 各种决定 各种运动 看似枯燥无味的记录 其实埋在下面的是各种斗 中共从建党的根儿上算起 就是来自善于发起各种斗争的共产国际 更何况建国后的28年中 是一个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其乐无穷的毛领导 这这个党和国家 这种祖传的 不择手段的斗争基因 直接写在了中共的血液里 世代相传 我们先来回忆及阐述一下毛在建国后的内斗 全都大体脉络 读者们便能够更好地理解这几年 以及后几年所发生的 没有写进历史的一切了 上篇文章已经提到 苏共二十大后 毛秀到了他独裁路上的权力危机 便发起双百运动 清军策不成 又开始要冒进实现共产主义 周恩来反冒进 毛便反反冒进要罢 向周恩来 最后把周整治的服服贴贴 而这只是他整身边 这些手握重拳的公国老臣们的一个开始 而在此之后 毛内斗保全的基本手段就是拉一派 打一派 其大体脉络便是先制服周恩来 之后拉拢刘少奇一起去 斗彭德怀 彭倒后 扶植起林彪 再拉着周恩来一起去斗刘少奇 刘倒后 扶植起四人帮 再拉着周恩来一起去斗林彪 临死后 抢抖周恩来 无奈力不从心 没多久他们二人也死掉了 在中共历史中 具有重要意义的庐山会议 发生在1959年 本应在上一篇文章中描述 由于文章篇幅有限 加之其历史关联性 故而此时在本篇描述 妄读者理解 早在1958年底 毛旧放出口风 由于年事已高 身兼梁主席不堪劳粹 他要在第一任国家主席任满知识退位让衔 而按照当时的接班程序 年富力强且经验丰富的刘少奇副主席 正是不二之选 果然 1959年4月 在北京召开的二届人大 毛谦恭地退出了竞选 刘副主席以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 毛虽然不是国家主席 但是他依旧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即党主席正是毛的这次谦恭让衔 使得刘魏毛对他的知语之恩而干脑涂地的效忠 但是让刘始料未及的是 这次让魏只是毛拳斗的一个策略 以几十年之后很多历史学者们的观点看来 这次善让就是毛用来拉拢刘少奇 以拔掉他的眼中钉彭德怀 1959年7月初 中共在避暑胜利庐山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参与人员为中央 部委的有关领导及地方各省市书记 一年前开始的大跃进急公社化运动 已经使全国各地出现饥荒 饿死人的事情已有发生 而这次会议给全国上下的一致印象是纠篇 纠左将三面红旗的路线及时改正 冒进冒得过了头 及时刹车 也可以挽回更大的损失 因此 怀着对这次会议能够纠左的揣测 盛夏之时 各地的官老爷们到避暑圣地小气数日 白天游山吟诗 晚上再歌再舞 这些舞伴是由解放军各单位调来的 政治可靠 人才标志的文工团圆 在这风景如画 家力如云的环境中 这次会议的前半程也被称之为神仙之会 会议的前两周 大家在毛的带领下赏观庐山美景 吟诗 读书 毛还将其即兴之作 七律师印发全会观摩 会议内容也合风细语 吟诗戏无可谓其乐融融 谁知两周之后 和风细语变成了暴风咒语 毛风向一转 这神仙之会也变成了魔鬼之会 7月14日 几次想见毛去 做私人证件而被拒之门外无法面谈的彭德怀 向毛诚信万言书 略述他对党中央大链钢铁 大半公社食堂的个人意见 信中他肯定了大跃进有师有德 但总的来说得不偿失 大链钢生产有限 需中央补贴 一捕数十一 数目之大超国防预算 用此恳切而描述真实 毛随即便将这份万言书 印发大会公开讨论 本就对庐山会议的召开 风向不明的参会者们 在其手拿彭德怀这封万言书之后 便顿悟了 彭是个仗义直 言之人 是全党有名的大嘴巴 他从不叫主席 从不喊万岁 一直称主席为老毛 甚至还亲口说调文工团就是选妃子 果然7月23日 毛收起笑脸 向全体大会讲话 反复强调总路线和三面红旗 绝对正确 攻设时 堂必须照办 两小无猜小高炉 小转炉必须继续进行 通篇讲话嬉笑怒骂 指桑骂怀 又是大谈世界观 宇宙观 又是大骂操娘的随心所欲信口开河 身为一国之君的毛 竟如此出而反而的无耻卑劣 让笔者 在读毛的这段讲话内容时不禁汗言 对此会议感兴趣的读者 可参读李锐驻庐山会议实录 更加可叹的是 这是位居百官之首的 刚被毛捧上穷楼 而对其干脑涂地的刘少奇 和已经被毛治理的 服服贴贴的周恩来 加上后被毛叫上庐山的林彪 竟然在毛讲话的过程中 时不时的插话 为毛溜须注视 周 刘 临着党内三雄带头起拍马屁 其他与会的百余名官员 还有哪个敢不跟着 就在与会的百余名官员人人 都加入批捧之时 毛一步 做二步修 直接宣布在庐山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 会中宣布要把政策落实 把三面红旗无限期的延续下去 同时毛还公开了他和彭的历史旧账 即从江西时代起 他两人就已经是三期开 七分冲突 三分合作 彭有历史性的反革命 反毛 篡党的旧账 毛早就要换掉他 之后便把彭德怀 张文天前中共总书记 黄克成总参谋长 周小舟湖南省第一书记 定性为反党反革命的军事俱乐部 是长期潜伏在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公开化 阴谋反党夺权 毛更是声称要率领全党 来推动一个反右倾的群众运动 有别于双百后的反右 本次反右 针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党内反冒进高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